来羊跟龙龙 他们会是怎么遇到的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龙龙是一个 在我摄像中 他可能就像刚才说的 他是一个 可能会稍微有点自卑的小龙 因为他的魔法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来羊就是一个 很愿意帮助别人 给别人鼓励 给别人勇气的一个小狮子 所以他感知到龙龙心情不好 或者有点自卑的时候 他就在他命中住在他相遇了 然后鼓励他 说你要鼓励他 然后帮助他 然后龙龙后来跟他结识 称朋友之后 也越来越开心 魔法越来越厉害了 因为老底和龙龙 他们设定其实都会 那个在空中飞 那他们是不是 之前在天空中就有遇到过 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 在抱抱森林的天空上 自由翱翔的时候相遇了 对 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肯定会闹一些小矛盾 因为意见不合 对 像老底就比较唠叨 对 然后龙龙就比较敏感 所以有时候就 话不投机半句多 对 你设想中的抱抱森林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每天都天晴 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有很多 可能没有被我们发现的故事 一些小支线 就等着Roy6他们去发现了 我们如果正常的人类 他会走入到抱抱森林中吗 应该是不会走进去 但是如果有人类走进抱抱森林的话 可能会遇到危险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一定Roy6会挺身而出 去帮助他们 然后跟人类成为好朋友的 如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吵架了 或者是Roy6内部内讧了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办 比如说 来来来 石头剪刀布 都是石头 没有用 对 所以就他们自己解决 有可能老底会比较坏一点 变成一个乌云 把大家笼罩起来 对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蓝羊就会把太阳光芒 把乌云烤干或者怎么样 那就把乌云驱散掉了 有很多龙龙的粉丝 就说龙龙他的颜值很不稳定 侧面看起来他好萌 但是侧面看起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他只有一个笑脸在那里 对对 因为龙无完龙 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 龙都是那种张牙舞爪 然后很有威严的感觉 但我不太希望他这样 我想希望他是一只可爱的小龙 对 虽然丑萌丑萌 但是至少不吓人就蛮好的 蓝牙 包包树在三顶状方向 好的 灵魂互换 灵魂还人 还原魔法又失败了 朗朗 我觉得你挥魔法棒的姿势不对 你应该拜我为师 我教你怎么做 就你 算了吧 你干嘛 这下该拜我为师了吧 你既然不领情 魔法 魔法棒 魔法棒去哪儿了 你别着急 我帮你一起找 魔法棒不见了 魔法也失败了 还输给了老弟 我这是一只没用的小龙 迷你暴 我敢用到有不开心的能量 是龙龙 在前方一点钟方向 我们去找他吧 给他勇气和开心的力量 好的 你是谁 我是化身为狮子的未来小太阳 你真温暖 我感觉到了勇气和力量 龙龙 你为什么难过呢 我的魔法棒丢了 你是谁 你认识我 我是迷你棒 是你把包包树的灵魂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是吗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帮你变回包包树了 我还要谢谢你呢 因为你的魔法我才能自由移动了 真的吗 我的魔法也帮助了别人 是啊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行走都是你的功劳呀 我们一起去找魔法棒吧 我们一起去找魔法棒吧 哦 它脏了 别担心 我马上把它洗干净 我马上把它洗干净 现在你也干净了 我给你介绍我的新朋友 他叫蓝羊 他是迷你棒 龙龙 老迪 再见了 我们要出发去找包包树了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太好了 我们有些伙伴了 我也是 一起去 你们会需要我的帮助 我会下雨打雷 上天落地 我还会分神术 更多自在买渐 链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